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和教生孝王荣死孝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讲和教和王荣两个人都死了父母 非常悲伤 但和教生孝哭得虽然非常厉害 但悲伤已过对身体没有伤害 王荣死孝 人哭得不厉害 但内心一直非常悲苦 对身体大大有害 先跟标书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王荣和教同时遭大丧 据以孝称 王荣和和教两个人同时遭遇大丧 大丧古代父母去世成为大丧 这两个人同时都是以孝而著称 和教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念教的时候表示山道的意思 就是山上的道路 念桥的意思表示山非常尖和高 这个古人的名字和字有一定的联系 和教字长鱼 就只有在山上的路上才能够有长鱼之行 才能够跑马车 所以在这里和教应该念教 王鸡骨之床 这个王荣瘦得皮包骨头 像个小鸡的身子骨一样 就在床上那儿处着和哭泣背离 和教呢 哎呀 哭得那个可伤心了 背离就是礼背 就是极尽礼数 就本来啊 只要你哭三次 他呀 哭七八次 五弟为刘仲雄约 这个近五弟啊 司马炎就对刘仲雄说呀 哎呀 老刘啊 请树醒王荷否 醒就是看望 你呀 是不是去看王荣和和教 看了好几次呀 吻和哀苦过礼 使人幽知 我听说呀 和教这个人啊 这个哭得 哎呀 稀里哗啦的 这个人啊 健康让我担心啊 不要哭出毛病出来了 众雄约 和教虽背离 和教这个人啊 他虽然啊 哭得礼数啊 非常周全 但这个人啊 哭虽然哭了 神器不损 这个精神器啊 一点都没有损伤 王荣 虽不背离 王荣啊 表面上哭啊 哭得不够多 别人啊 哭个七八次 他啊 就在那处着 一滴眼泪都没有 但是 而哭回鼓励 但是啊 他的悲伤啊 是深入骨髓的 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 站那儿 陈以和教身孝 王荣死孝 小陈啊 以是认为 小陈认为啊 和教这个人啊 是身孝 啥叫身孝呢 他的孝顺啊 是给活着的人看的 王荣啊 是死孝 他的孝顺啊 是真正给死的人看的 他真正是 对死掉了父母啊 是非常的悲伤 陛下不应忧教 而应忧荣 皇上您啊 不应当担忧 和教的健康 而应该担心啊 王荣的健康 这种人啊 说不定哪一天 因为父母去世啊 而大大损伤健康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王荣和教这两个人啊 同时遭遇啊 父母去世 这种大丧 这两个人啊 都是以孝而著称 这王荣啊 瘦得皮包不透 在床那儿靠着 和教呢 在那儿哭得稀里哗啦的 比一般的人啊 哭得还要厉害 近五弟司马炎 就对刘仲雄说啊 老刘啊 您啊 去看王荣和和教 去看了好几次 我听说呀 这个和教悲伤啊 太过了 我担心啊 他的身体健康呀 这个领导呀 关心下属 刘仲雄说呀 和教这个人啊 虽然哭得稀里哗啦 极尽礼数 但是他的精神气 一点损伤都没有 王荣啊 虽然没见过 他怎么哭 但是这个人啊 他的悲伤 是深入骨髓的 在那儿 瘦得皮包骨头 小臣认为啊 和教这个人啊 他的孝顺 是给活着的人看的 而王荣这个人的孝顺呢 他真正的哀伤 他已经死去的父母 皇上宁啊 不应当担心 和教的身体健康 而应该担心 王荣的健康 最后跟标书 完整的朗诵原文 王荣和教 同时遭大丧 据以笑称 王击骨之床 和哭泣背里 五弟为刘仲雄曰 请竖醒王和否 文和哀苦过礼 使人幽知 众雄曰 和教虽背里 神器不损 王荣虽不背里 而哀悔古力 臣以和教 生孝王荣死孝 陛下不应幽教 而应幽荣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天下之书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保重名 各位订阅明镜 喜欢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